Y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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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到AZO的頻道 今天非常特別 我們到了澎湖 這一次的旅行非常非常chill 好不好 太久太久沒有搭飛機了 上一次搭飛機居然是2020年的1月 已經過了差不多一年十個月的年頭 然後開始看到後面 喔~~ 好有旅行的感覺喔 超漂亮的 心情很好耶 你看這個水 然後再看天空 好喜歡這種海島的感覺喔 吹吹海風 太爽了~~ 然後我們這次還蠻幸運的 因為前幾天呢 比較冷一點點 然後風也很大 到我們今天來呢 天氣真的是非常好 然後也沒有什麼下雨 我覺得其實沒有下雨就很ok 不過它風確實是蠻大的 我們明天又沒要去七美島跟蘭洞的行程呢 被取消了 因為 就風太大沒辦法出海這樣子 沒關係啦 就是也是蠻好玩的 然後我們這次超級有效率喔 下午3點半登機 我們5點就到澎湖的飯店 超級快 我們一整個流程非常迅速 比去花蓮還要快 真的是超級快 再來講一下我們這次住的飯店 我們住在河田飯店 然後我們住三個晚上 4073 74左右的一個價格 所以一個人晚上也才600多塊 超級便宜 澎湖有一個非常厲害的飯店 就是喜來燈嘛 澎湖的喜來燈 但因為我們沒辦法 我們的預算不夠 因為喜來燈一個晚上可能就要 5000塊 4000塊 5000塊 我們就可以住三個晚上 所以我們這次就是 來去吃澎湖喜來燈的自助吧就好 好那我們現在來去吃吧 登登我們沒有要住我們只來吃飯 GOGO OK我們現在吃完澎湖喜來燈的自助吧 我覺得整體來講呢 它的東西都算是口味算偏淡 是還可以推啦 但我覺得他們的口味真的是偏淡了一點點 料理感比較沒有那麼強烈這樣子 今天我們的行程的第二天也算是 今天才開始正式玩 發現我們還在走路對不對 我們現在要先去租機車 我這次就是硬要 真的是硬要 去租GOGORO 我就想說在離島騎電車 GOGORO應該是蠻好玩的一種體驗 這次就來體驗看看 這個就是我們這次的作家 喔好熱喔 雖然有點風 但是還是蠻熱的 就是這一台GOGORO 然後這家老闆也是蠻特別的 你看他們還有給我們這個 一些掛可以掛東西的架子 然後還有這個 這就是他的鑰匙 我們現在在澎城飯店這裡 然後換第一支電池 之後應該會在澎湖跨海大橋 然後我們來看看到時候電量會剩多少 OK那我們現在就來吃囉 登登登 機家應該蠻多人介紹啦 所以我們就 也不用特別介紹他 因為他真的是名店 我們剛剛去的時候人其實也沒有到非常多 但是還是有些人潮的 還是有些光光的人潮 嗯 它餅皮確實還蠻好吃的耶 我覺得跟那個富航豆漿的那個 餅皮差不多 就是那種比較厚實的餅皮 燒餅的味道也是蠻香醇的 然後有一種鍋氣 它有含在裡面 蠻好吃的 這是我們今天的早餐 接下來我們就要去出發 去第一個行程 GOGO OK 我們現在到第一站 這個呢 是澎湖的跨海大橋 欸今天風其實蠻大的 就是現在看起來好像沒什麼風對不對 可是我們騎摩托車那個風 真的是大到一個不行 好我們現在先來吃這個 義家仙人掌 好到了 又等一下會掉喔 這一隻40塊錢 然後這一家就是蠻多人推的 而且它的建築都是紫色的 聽說吃完之後牙齒會變紫啦 上次其實我跟一個日本朋友來玩的時候 就有來吃過 我們現在來吃 冰牙齒欸 它其實沒有很大一球 它就是小小一球這樣子 大概40塊 澎湖跨海大橋 這是一個非常具有紀念價值的一個跨海大橋 在澎湖跨海大橋之前呢 有一個棕油 棕油這邊就一定要先換掉 電池如果你們要去西域的話 一定要在那邊換電池 然後我們從市區騎到這邊 大概套了一格 所以現在還有四格 其實是還蠻夠的 可是如果你要去西域的話 還是建議換一下會比較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換電池 我們現在到的地方呢 是金魚洞 風非常的大 大家可以感覺到風很大嗎 我的頭髮 我現在不敢飛空拍機 我連帽子都不敢戴 因為這個風實在太大了 這個是呢 我們經過這邊的時候呢 跟我一起來的旅伴 他說要加入的 加入這個行程 明明上一次就已經來過了 然後他硬要 硬是要加入 然後我們今天想要去西域的南邊 我還真不知道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去得了 因為有人就堅持要來 好啦 反正既然都要來了 那就好好玩吧 看 上次我們好像因為風太大 沒有往裡面走 然後我們這次往裡面走這樣 哇 金魚洞 風都把我頭吹得好醜 這就是那個 金魚洞的洞 一個小洞窟 我們剛剛拍了超多超多好看的照片 自己講 因為呢這個地方現在沒有人 整個金魚洞都是我們的 開心 跟大家講一個小小的地理姿勢 冬天的澎湖東北季風這樣吹過來 東北風吹過來 看到上面有這些小牆有沒有 這些牆呢就是要擋這個風的 不然他們的農作魚會被吹壞掉 你看他是垂直的 他是垂直於這個封面的 這樣的話他可以有效阻擋那個風 OK 地理狡孝志 我們下一次見 OK 那我們現在肚子也差不多有點小餓了 我們來去吃 大家有來的話可以來一下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啦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啦 就是他的米粉 盆古流就是一口接著一口 很滑 一直把它就吃完了 然後他的海鮮很新鮮 然後他的海鮮很新鮮 他的那個小管麵線的湯頭呢 非常非常鮮 那個小管非常新鮮 所以他煮出來的湯 真的是好甜好甜喔 咕嚕咕嚕的 他一直撕一直就是吃完了 然後他有招待那個 小小的XO醬類的那種東西 配上去真的是 推推可以吃這一家 好那我們現在去下一個點 OK 我們現在來到了這個地方呢 是一個 位於澎湖本島的一個 雙心石戶的一種感覺 但他好像也不是雙心 他就算是一個石戶 然後他也是以前漁民 為了捕魚所蓋的 我們現在就是過去看看 然後他這個地方 應該算是一個海石平台吧 有沒有看到後面 很清幽而且很空曠的感覺 整個看過去 台灣居然有這樣的漂亮景色 而且一看到你走路要專心 不然等一下就踩到這個水裡面 所以我們走路的時候 都要非常的專心 我不知道現在會不會是因為漲潮了 可能看不到了我不確定 I'm not sure 但呢我們就去看看 既然都到了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這次租勾勾路的經驗 我覺得好像 有一點電池焦慮耶 會很怕他會電池沒電 如果你來西域的話 最近的一個換電站 就是在跨海大橋那邊 所以如果你來西域 這邊完全沒有換電站 還是會有一點小焦慮 不確定這樣我們這樣安排 是不是好的 OK 我們就走吧 欸這裡好多小螺啊 這螺嗎 不是螺 這地板好多一顆一顆的喔 這是一個適合拍MV的地方耶 有什麼的回憶 永遠讓我看起 每一個的垃圾場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石戶 然後現在風非常非常大 我每次飛空拍都很緊張 好 那我先把空拍機升起來 好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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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謝謝你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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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很刺激 其實它風超級大 然後它一直跟我講說遇到強風遇到強風 快點把飛機降落 然後我就不鳥它 我就繼續飛 這真的非常非常需要那個勇氣 我覺得 我覺得為了拍美景好不好 就是一定要冒一下顯的感覺 這個景點就是你直接拍它就是平的 幾乎拍不到什麼 你一定要用狂拍機去拍才會漂亮 完了一整天 玩完整個西雨之後呢 回到我們的跨海大橋這邊呢 還有兩格的電量 然後我們的里程呢是46 所以其實我覺得還行耶 沒有想像中那麼緊張 因為我剛剛在那邊很緊張 就覺得我們騎回來可能就剩一格或什麼 就覺得好緊張喔 不過其實真的是還好的 還行的 OK我們換好電池 繼續前進 我們現在回市區囉 現在在回市區的路上 然後遇到了這一家回家炸糕 然後看起來好像蠻厲害的 想說來試試看 它的用餐環境還蠻特別的 像這樣 很特別的一個用餐環境 那我們現在來吃吃看吧 這個是米糕 吃吃看吧 炸得非常的酥脆 有沒有看到 然後呢 它上面還有很多胡椒粉的感覺 它裡面是米耶 就是炸飯 下一樣 米腸 真的是米腸耶 它搭配那個胡椒粉 好好吃喔 真的蠻好吃 雖然它是炸物 可是沒有什麼油耗味 蠻厲害的 接下來重頭戲 雙拼炸糕 裡面有鮮蝦 鮮柯高麗菜還有蝦子 先 重複了 看起來 很厲害吧 好鮮的感覺喔 好海味喔 超好吃的耶 超級海鮮味 超好吃 超推 這家好好吃喔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 就先分享到這啦 童巫真的有太多好吃好玩的了 想要通通篩到一集 還真篩不了呢 這一次就跟大家分享我們騎勾勾弱 玩澎湖的vlog 如果你也喜歡這樣類型的影片 記得按個喜歡 如果你覺得影片不錯 歡迎分享給你的朋友 最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喔 你的支持可以讓我更有動力拍下去 那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掰